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今日点击节目 我是石涛 昨天有个朋友留言 说这个涛哥讲的呢 我有点半信半疑 但你说我真不信吗 我说服不了自己 你说我真信吗 但是涛哥里头说了那么一句话 说人生活在情感之中 人们为情而活着 但真正修行的人呢 可以境界升华之后呢 你说就像佛家里讲的就是慈悲了 情下去之后所代替的是慈悲 那种慈悲的概念给人们的感受呢 它是非常博大的 非常包容 不求回报 它实际情感并没有消失 而是真正情感本身呢 它消去之后呢 被代替的是慈悲 是生命境界的升华 这是我们讲的 并不是情没了 什么都没了 不是这意思 而反过来也表现出 今天现实的人们生活呢 其实盯在的欲望身上的这种比重太大 其实你满足自己的欲望 我说句难听的话 你怎么满足啊 你满足不了 谁都满足不了 所以他去追 欲望要能满足的话 就不会现实是这样的 大家咋吗咋吗 其实不是 所以反过来我曾经跟大家描述过 你看看好莱坞的电影 好莱坞演电影 去追逐欲望的 都是鬼魔 穿黑衣服 弄的那人都是那写了护叉的 他往那去 吸血鬼 都是男女在一起 然后这么走 我们为什么要谈到信仰和这个神佛呢 因为党就是扼杀信仰 扼杀神佛的 这就我一直说 共产党背后真正的东西也是个活物 是个活物 鬼魔 那法广有篇报道 这么讲 城乡估计 香港地下共产党党员至少四十万 那曾经是文汇报驻北京的特派记者 因为六四而反叛了 按照共产党的话说 而反叛了的资深记者程翔日前在媒体上写文章说 香港日前至少有四十万地下中国共产党党员 他又提到 香港每天有一百五十名内地人来港团聚 拿的是这个单程证 他说这是内地党员来香港的途径 相信多年来已有数十万中共党员抵达香港 充实香港的地下党的实力 所以我觉得就是说 这是一个很难看的事情 其实作为共产党来讲 这是个很难看的事情 但这又是事实 那在这里面呢 程翔的主要描述是说 共产党到香港充实实力 我自己多少还不太这么认为 从数量上讲 它是充实了实力 因为这四十万地下党员占了整个香港的百分之五 但是从另外一方面讲 另外一个概念是什么 我觉得更真实 逃跑 脚踩两只船 香港就是那里外的 这个正好那船的这个概念 脚踩两只船 我先出去扯乎再说 对吧 但是他有没有兼任着党的任务呢 有 为什么呢 利益 我觉得这就是最真实的 那程翔在文章提为 从十八大看香港地下党规模 指出在香港今年首次参加了党代表大会 一共有十八个人 在名单当中有两个人无名无姓 是见不得光的地下党员 很难从现有的资料推算其身份 然后他后面列的很详细 那列的很详细呢 就是说这十八个人 其中有多少人有名有姓 干什么的都列出来了 最后有两个人土生土长的香港人 无名无姓 所以我说党多糟蹋人呢 你到北京开会去 你自个儿脚儿自个儿挺阿掰 但你没名没姓 人说这是党的需要 我跟你说那是党糟蹋你 你见不得人 你不是人 党不让你见人 你也不敢见人 但你觉着自个儿还挺阿掰 所以我就一直说 刚才我就说了 共产党背后真实是个活物 什么东西呢 鬼 魔鬼才见不得阳光 干什么事就干这种事 为了什么呢 为了利益 为了利益 为了你所谓的仕途 为了在香港住点大房子 其实很多人干这时候活的 你还住不上大房 你根本住不上大房 干这时候活的人 按照我们正常人的讲说 就是基本下三浪 哪头都不要 哪头都卖你 对吧 我觉得我相信朋友能够理解我说的意思 但这表现出是真实的一面 那他有没有四十万呢 这是城墙推断 但是我刚才说的 我个人认为呢 他更大的成分是要逃跑 这是真实的一面 国内著名的律师呢 这封公开信呢 是据说是写给这个习近平的 那他希望推动的制度转型 建立一个民主法治 公平正义的一个宪政的国家 能否对新的领导人有所触动呢 许中勇说的自己也很难说 但是呢 这件事情确实做了 那德国之声对他的采访写的很长了 他提到了几点 他说第一点呢 现今的维稳体制根本无法支撑了 这个社会已经在维稳体制的制度之下呢 被摧毁了 在他看来是这样 第二呢 他对中国未来 他充满信心 中国的未来应该是一个民主宪政的国家 那这样的国家才是一个正常的社会 那在公开信当中 他特别提到说 作为这个正常的国家 政府首脑和议会应该是直接选举 司法独立 军队国家化 行政中立 新闻自由 多党竞争 地方自治 是现代民主必有的原则 那就就完了 那就不用说了 就是现在美国的 或者是就西方社会 正常社会的制度呢 就应该是这么个制度 其实他说的就是这么一个 他紧接着讲说 在公开信当中提出了一些自己的观点 他说第一个 作为中国的现状来讲 国家资本主义道路已经走到尽头 他这里用的是国家资本主义 其实就是所谓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呢 现在搞不清楚 很多人搞不清楚是什么 所以不同的人 从自己的理解的角度呢 起了不同的名 那这个徐志勇说呢 中国现在是国家资本主义 有人说呢 他现在是权力寡头的 这个所谓的资本主义 有人说完全是这种 家族利益集团式的 这种强占式的独裁体制 说什么的都有 所以这是称呼不同 但有一点相同 国家不是老百姓的 他说第二点 就这种自上而下的权力体制 是没有任何前途的 他说第三点 我想表达的是 一个真正伟大的国家 一个文 一个现代文明的国家 一定是一个民主 法治 公正 公平 正义的宪政国家 我觉得这些说的都是 我们在节目当中提的很清楚了 他说第四点呢 我们要谈到 国家在转型的时候呢 会遇到问题 那作为老百姓 作为公民 应该怎么办 应该为这个国家 承担什么样的责任 他说温和理性的 建设性的推动民主和法治 其实我觉得说这些呢 就是说非常对 但是呢 你应该看到 这是一种文化人说法 这种文化人说法呢 就表面看起来很对 但是实际来 根本就不可能成形 那许志勇本身呢 他在包括维权律师 在维权界呢 也是相对有一些争议的 就是他一些作为上的 作法上的 被有些人接受 有些人不接受 但大家同样都是维权人士 同样都是对共产党唾弃的人 所以所以呢 才表现出 大家对他的看法呢 有人认可 有人不认可 那我个人的感觉 就是说 确实在 有一点很清楚 在共产党的党文化的 教育之下 在党文化之中 反对共产党 其实 你就无意当中 和客观当中 变成了 小骂帮大忙 人说大骂帮小忙 这是小骂帮大忙 我们只是就事论事了 我个人的看法很简单 对所有的人都尊重 只要是在这个体制之下 只要在这个环境之下 人们意识到 共产党本身是邪恶的 我觉得都是支持 但是呢 我想提出来呢 每个人的看法不同 这应该是认可的 陈光诚的侄子 陈克贵被判了三年零三个月 BBC报道这么讲的 陈克贵被判三年零三个月徒刑 原因就很简单了 毛人律师陈光诚的侄子 陈克贵被控故意伤害罪 30号 在这个地区法院开庭 经过三个小时 经过几个小时的审判 被判三年零三个月 而陈克贵的父亲 这个陈光诚的哥哥 陈光复被拒绝进入法庭 旁听 而且呢 他开庭的日期呢 非常的仓促 非常的突然 给陈克贵的家人呢 打了个措手不及 那文章里也提到说 陈克贵在法庭上表示不上诉 那陈光复呢认为呢 这肯定是受到了压力 那我自己的感觉呢 就是这就是现实 这就是现实 反腐反贪什么 这些东西表现出来 陈克贵是在自己家里头 有人半夜进了家 他在自己家里头 看到的父亲和母亲被伤害的时候 自己拿菜刀 把进家的人砍了 然后他就要故意伤人罪 这就是今天中国的社会 所以几个事情落在一起 你说我反腐就能够昌盛 我反腐就表示共产党合法性 我还是那句话 驴尾巴拴鸡蛋 你瞎扯蛋 那好 这期节目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